今天啊,來摘這個是鳳梨蘿蔔 我們看一下,這個一般泥土 半個拳頭就可以摘了,不要太高 這個啊,我們就這樣子把整個臥頸拔起來 這個鳳梨蘿蔔,它的長度不會太長 它種的這個塊頭啊,有大有小 被抓老鼠,那沒有老鼠啦 人家騙你的 這有什麼?有老鼠嗎? 哦,那種好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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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這一次種的這個鳳梨蘿蔔啊,有幾顆都開花了 啊,這一個好像有些蠻早就開花了 所以說我剛才說這個鳳梨蘿蔔齁,你還沒有開花之前,你發現這個筷頭,其實半個天左右就要摘了 這個火鍋就到了,甚至以下你又露出臉,露臉一點點差不多就烤摘了 啊,這上面這個是花啦,那我們來摘開來看 這個筷頭還蠻粗壯的 哇,這一顆蘿蔔不是很大的,我之前摘那個,這邊有摘起來 跟這個比起來,哇這個沒有開花的筷頭這麼粗啦 啊這個已經開花了,差不多的時候你看,再查看一下下面,這個有露臉一點齁 露點一點這個筷頭感覺還好 我們就拔看看,哇,這一顆還有伸展空間,應該到了啦 這個有肉粽就是,它有沒有吸收氧貫的問題 這一顆就,我們來看這一顆,來切開看它裡面有沒有老化 切開開啊看起來裡面還好看 問題不大啦 這種情況留太久 裡面就會老化 這看起來問題還不大 該的話就全部給它拔一拔 我就先切到平 啊沒有開花我這個會留一點 這樣子就知道這個是有開花的 這個剪下去還蠻脆的 這個鳳梨蘿蔔 一刀就下了 好呢那這邊的沒有開花的 那我這個葉子就剝一點掉了 剝到差不多留一點 前面這個預留一點 就這樣子 這個蘿蔔有的很胖 啊這個是適中啦 這個葉子齁 我發現到 我跟白玉蘿蔔採收 這個葉子在剝 明顯落差很大 這個剝很清脆 這個 上面這個葉子 這個枝架這個很脆 那個玉蘿蔔 這個雞子 這個牠子 這個牠子 我還剪到這個很薄 我不小心這個直角才有畫到 就剛才那個皮啊 稍微刮就不見了 這個很薄啊 這個上面切平了 這個就表示我開花的 啊這個拿回去醃來 醃蘿蔔 這個蘿蔔 這邊沒有 剛才切開這個我們也不要浪費 要忘掉 這個切開這個放上面 這個切開啟